整体欧洲如果走出房地产泡沫还要10年的话 这是西班牙欧洲第三大经济体 那意大利呢可能也需要5年左右按照最新的OECD的报告 所以大家可能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我过去曾经常常说我们要阅读历史 虽然1929年当时大萧条犯了很多政策上的错误 可是人类走出大萧条的经济衰退总共花了16年的时间 中间还打了一次二次世界大战 而这一回到现在为止我们离金融海啸时期算起来只有5年 离次级房贷风暴只有6年 那么对欧债危机而言呢时间更短 欧债危机正式爆发是2009年的年底 换句话说到现在为止只有4年多 那么在这个三四年的时间里头 整个欧债危机不过是走到了第二阶段 就是这些国家战时它的公债殖利率呢 都被欧洲央行某个程度的特殊政策 使得欧元没有瓦解 但是它的经济要走到可以复苏可以回来 这个时间不是一年不是下半年不是两年 它可能是长达5年到10年 这样一个情况对整体亚洲的出口市场 因为亚洲最终的出口市场大多都是欧洲 那么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那么但是有一些亚洲人呢 趁这个时刻到欧洲就去捡便宜 买一些重要的商用物品 比如说台湾有一些饭店集团 希望能够到意大利 在米兰 在最漂亮的佛罗伦斯 塔斯卡纳这些地方 另外还有在威尼斯购买当地的旅馆 台湾另外最著名的饭店之一是金华饭店 它则看上了我们在上礼拜 为大家报道的黑山 那么黑山呢 在台湾的外交部番的名称叫做蒙特内哥罗港 直接把它移移过来 它原来的原意就是黑色的山头 它是一个非常美丽的 在波士尼亚这个巴尔干半岛旁边 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国家 而这个小国家独立之后 它的旅游业蒸蒸日上 金华饭店决定在这里投资 靠海的国家 游艇码头很寻常 尤其欧洲 蒙特内哥罗港的游艇 蓝天衬托下 每一骚看起来都像是刚出厂的鑫 码头异常干净 空气中嗅不到一丝燃料味 更想不到的是 水面上竟然连一滴油心子也 鱼群就在船边 码头旁 水槽里 在我们眼前摇摆着身子 大方的游来游去 这是蒙特内哥罗独立以来 最大的外国投资开发案 蒙特内哥罗港 位于Koto湾中央 名为蒂瓦特的地方 从罗马中世纪到威尼斯人统治以来 当地始终都是海滨圣地 这个天然深水两港 19世纪变成奥地利的海军基地 接着成为南斯拉夫重要的舰艇维修码头 国家独立之后没几年 他有心刷上一张全球化的面孔 我们刚刚过去日本餐厅 最初在蒙特内哥 布兰卡带我们坐上电动车 逛了一圈 他是蒂瓦特本地人 因为这项开发案的关系 进入亚德利亚 游体码头公司工作了三年 这地方原本机会不多 但是突然出现了大改造的气急 最吸引我们视线的 是不再前行海底的 这一大一小两艘潜艇 深蓝色的涂装 紧绷焊状的钢铁质地 转身以装置艺术的姿态 浩然地停泊在碎石铺成的大地上 弧形圆滑的曲线 曾经静静透穿 极深极黑的海底 悄然无息地窥视着远方的敌人 伺机而动 都过去了 洞西对峙的冷战标本 资本万岁的绝佳装饰 过时的舰艇维修基地 正可以紧抓住充满未来性的旅游业 老古董见证着历史 也传承下时代的火炬 博物馆馆长向我们介绍 负责整修这两艘老潜艇 给游客参观的 正是原本的指挥官 狭窄的空间 管线密密麻麻 像是雨林里四处窜身的藤蔓 忙着维修的老人 也都是当年的艇上士官兵 这里最多可以容纳28人 再也无法执行军事任务了 但是望远近看出去的前方海景 却依然无比清晰 社会主义的海军基地 变身为时髦的游艇码头度假村 出自于超级富豪皮特曼克的建议 他是加拿大籍的匈牙利移民 创立全世界最大的金矿生产公司 再联合另外三位赫赫有名的股东 来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Net 这是欧洲乃至世界最富盛名的金融家族 博纳阿诺 世界最大金品集团LVMH主席 还有德里帕斯卡 俄罗斯旅业大亨 2006年的俄罗斯首富 四位超级富豪核主 亚德利亚海游艇码头公司负责开发 总投资1亿6500万欧元 相当于65亿台币 全世界最高的码局 Cela有助于线周围 gez制作为国加速渠的人 是世界最高的 质量水败贷量美食 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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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这一个国家新组 我的意见 我做法度最高的 好似乎服务 两国家 现在有大问题 所以 吸引員们这些国家 找选择 蒙特内戈罗想取而代之 后发限制 新兴港湾既然有游艇停泊 接着提供餐饮 购物甚至住宿设施 住宅区建起来了 国际学校也随之成立 从码头到度假村 人越聚越多 就出现新市镇的雏形 看起来这是远在巴尔干半岛的商略 有台湾人却因缘忌讳的参与其中 买下国际连锁品牌 丽金酒店的潘思亮 也在此地插旗 充满威尼斯风格的五星级酒店 2014年过程启用 我们已经算是第二期了 第一期的豪宅 还有基础设施已经做了 第二期包含一个丽金酒店 还有它的豪宅公寓 第三期我们也加入了 第三期是 丽金豪宅 加上一个皇家俱乐部 就是一个赌场 来过蒙特内哥罗多次的潘思亮说 超级富豪门的大蓝图 是希望把这片港湾 打造成第二个蒙蒂卡罗 因为你有非常好的海港 非常漂亮的海岸线 非常美丽的风景 其实跟蒙蒂卡罗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很漂亮 只是还没有开发 它是处女帝 所以他们就推荐 就是说 你走蒙蒂卡罗的定位 游艇码头 低税率 然后变成欧洲富人的这种避难场所 还有免税天堂 科托尔湾里面 有两个相邻的岛 圣乔治庄满博树 上面还有一间本赌修道院 圣石女士则是个人造岛 教堂建于17世纪 里面还收藏着不少文物 这团游客来自英国 他们从北边的邻国一路玩到必定造访的辖湾 都说欣赏这里的风光 蒙特内戈罗使用欧元 但还不是欧盟国家 某个角度来说 形成它的优势 这里的价值起营业税是19% 但是外国游客住宿的税率只有7% 当地政府尽可能以税率优惠 吸引观光客和外资 似乎也发挥了作用 对潘斯亮来说 禁居蒙特内戈罗 他也因此跟进新的经营模式 酒店式住宅 住户可以房间出租 由饭店贷管 除了房地产投资 更是理财工具 另外一点就是说 因为欧洲现在金融公报 所以你要盖新的饭店 银行不可能贷到款 那如果说利用饭店的优势 品牌的优势 把房地产先出售到 出售掉的话 或许在饭店开幕前 你所有的本钱就可以回收 蒙特内戈罗港的滨海俱乐部 融合夏威夷与地中海风气 长达64公尺的湖边级泳池 巨大的人形镂空雕塑 坐看前方的亚德里亚海 谁想得到呢 不过七年前 这里还只见陈旧的船物 出没的可都是钢铁巨兽呢 看现在岁月太平 风光正好 海面映照着夕阳 无数金光 跳跃闪动 破坏 跳跃闪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